那接下来呢我要设定 按蓝色 按钮是 往下减 按红色按钮角度往上加 所以我们要控制按钮的部分 好那么 蓝色的按钮的 控制的角位是D2 D2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先去看看 好D2D2的数值 读取D2的数值 读取数位角位D2对不对 好那这一个东西呢 就是D2的状态 就是蓝色按钮的状态 好那我们希望如果你 按下去D2 就是如果D2等于1 那我们就 把角度 往下减 那么所以如果 D2 D2 D2或者D2等于1都可以 如果D2 那我们就角度就要往下减 所以你的变数 就要做改变 好那往下减是负的 所以 我们先减1看看 好那这个一次减多少 等一下我们再调整 这是你的旋转的速度的部分 我一样用另外一个 Action来重复的检查 好重复的检查 重复检查我的角度 所以我如果按下D2应该数字要减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当我Action之后 现在是90度 所以我去按D2 数字有在减对不对 数字有在点 而且你的马达有在动对不对 可能显然这个速度 很慢 很慢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调快一点 我一次减5度 重新再Action一下 好 速度比较快了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一件事 当我减到那个 超过 0度的时候 变成负数了 他就乱跑 他就乱跑 所以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 角度 不能 比0还小 对不对 不能比0还小 所以你要检测的 应该这么说 你的逻辑 我什么时候可以减 当我大于0的时候可以减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大于0才能减 如果 等于0或小于0就不能再减 那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检测的就不是只有 按下按钮这件事 好 那所以你要检测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 有没有 大于0 第2个 有没有按下按钮 当这两个同时成立的时候我才可以减角度 好 所以这两个 条件先把它找出来 运算这边有一个大于 那我就要检测我的角度 是不是大于0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两个要同时成立 所以我在运算这边有一个而且把它拿出来 所以又要按下第2 又要检查 而且要检查你的角度大于0 我才可以去减角度 好我们来试一下 Action 我们来看这个角度就好了 当我去 按按钮的时候 我按蓝色的按钮 当我去按蓝色按钮的时候 速度 那个角度一直在往下减 减到0的时候 就不会再减了 所以我这时候即使再按下去 也因为另外一个条件不满足 所以他就不会再继续往下减 所以这个地方就safe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个 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 按蓝色按钮剪角度的模组跟 按红色按钮加角度的模组是不是 几乎是一样的 他的做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在 这个就是系统拆解的好处 对不对 这两个动作几乎是类似的 那我们就直接把 蓝色按钮的模组复制 按右键直接复制 那这边就要看一下 红色按钮改成 D 4对不对 D4所以这是检查D4 有没有被按下去 然后他的条件是什么 你不能超过180 所以你只要小于180 你必须要angle小于180 所以 你把它换过来 angle小于180 或者是 或者是直接用小于 angle 小于180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有按红色按钮 而且要小于180 那我就去加角度 所以用加的 就加5度 所以这两个相反 这两个刚好是相反 所以这三个当我 eaction之后 按红色 减角度 按 按红色加角度 按蓝色减角度 好 所以他可以正常运作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在 连线的状态 基本上基本程式就是长这样 长这个样子 就没什么问题 这样就可以正常运作 好